蜀道南,南于上青天 今天继续徒步广源古蜀道 这一段是梁山铺到普安段 普安是过去建阁县的老县城 也是过去的建州古城 看一下我身后 这一路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古百树 还有几百年的古桥 几百年的石板路 好了,现在开始今天的徒步 早上的九点 今天这边三十七度 原本打算从柳宫镇走全城到普安镇 因为天气太炎热了 所以我打算走一把 现在从这个梁山铺 到兰马墙一公里 从兰马墙到清凉铺 三点五公里 再从清凉铺到普安镇三公里 大概八公里左右 实在是太热了 这条古道修建于先秦时期 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这一路过来 有好多一千年前的百树 还有八百年的七百年的 历史很悠久 大家现在看到的古蜀道 都是三国名将张飞主持修建的 他在古道上铺设了青石板 然后在道路的两边 种上了黄柏树松柏 这些松柏主要是起到路标的作用 等于说两边都有松柏树 中间就是鼠道 比较好辨认一点 看一下这些古树的树林吧 这个是八百年 刚才碰见了一个和我一样徒步的 他是去柳沟镇 然后我要去普安镇 他告诉我我走返了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然后他走了 我又跑到山下 那个梁山镇上问了一下 我走的是对的 他走返了 我告诉他他走返了 后来他说服了我 然后他走了 我待会儿还得赶上去 给他说一下 他走返了 古老神奇走马岭 看这个路神奇吧 到了两马墙段 才是最震撼的 它是金牛古道的精华部分 那边的古树 特别的粗壮 道路也比较宽 像这边的凉山铺 清凉铺 铺指的是过去的驿站 我赶紧去追一下他吧 他竟然说服了我 害得我下山问了一下 这两天是最热的时候 很蒙热 最好戴一条毛巾吧 可以插汗 鼠道没啥难度啊 特别简单 毕竟它是过去的道路 不是很难走 这棵树已经有一千年历史了 百树 想到这个地方 可以在浦安的汽车站 坐浦安到梁山的公交车 直接过来就行了 到了兰马墙 这是对仙秦古蜀道的一个简单介绍 是过去秦国通往四川的一条陆路通道 这边可以自驾过来到这个兰马墙 你可以徒步一下这段精华的区域 保存好吧 我已经走到了兰马墙的精华部分 也是翠鸣囊的精华部分 这一路都是上去下去 有好多这种台阶路 兰马墙高度大概一米 宽度大概0.8米 都是用这种巨大的轻石桥 堆砌的 这棵树叫状元柏 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了 1700年 多少代人从这边走过 哇 确实好 一个免费的旅游景点 黄柏树 这一路都是风景 所以我走得很慢 慢慢走吧 中午到普安就行了 师傅 师傅 你走返了 三个 三个 您是从哪来的 成都 我给他说过了 他返回去了 现在从这边走过去 还得几公里到两山府 看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大概一米五宽吧 两边的树紧挨着 感觉特别紧凑 刚才我为什么会信他的话 他能说服我 因为我听他的口音是四川话 我以为他是本地人 这个是鼠道边上的硬马槽 过去这里面都有水的 过往的牲畜 马匹 在这边饮水 喝水 一个石槽 这边有一个大的 看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这些都是石槽 这在直接在马路上的 巨石上开招的 引马槽 修得好吧 这个叫清凉桥 它横跨在 垫子河上 这座清凉桥始建于 蜀汉 建兴五年 在明代重征十三年的时候 被水给摧毁了 后来在康熙二十三年的时候 复修 它属于 三孔 石平桥 有三个孔吧 一二三 都是用 巨大的 青石 铺成的 两边分别有 四只 赤翁 哇 这个石头感觉 长度 最少有五米吧 这一块 然后 用三块青石平成 中间用这个 锚给锚起来的 这是铁的 看 过去的 人挺厉害吧 锚定 然后下边是夹锅窝的 用那个青石桥堆砌起来 还有支撑杆 这个是徒步导览图 从柳沟镇一直往上 走马岭 我刚才走到梁山铺 南马墙 望乡台 这个是银马操 清凉桥已经过了 现在到这个清凉铺了已经 刚才买了一瓶水 再往前走是 湿茶点移植 然后到接关亭 移植 完了就到了这个 建州邑 特安政了 加油加油加油 这个地方叫周牙子 它是 它是过去 建州邑的一个制高点 从这边下去 就到了普安政了 过去 建戈县的县城 这边走的人比较少 所以你看这路上 全是草 应该是走完了 下边是葱庄 哇各种这种 蚊子还是啥 围着你飞 我已经到普安政了 普安政是过去 建戈县的老县城 在2003年的时候 建戈县搬迁到了 距离这边30公里的地方 普安政人口只有6万多人 但是规模很大 这家房子都是沿着山市二间 然后沿着河道二间 这是城墙 沿着城墙下面 有好多卖吃的 还有一些 卖菜的 早上这边的早市很热呢 早上 好了各位 今天从 凉山铺 一路经过蓝马墙 到了建戈县的老县城 普安政 太热了 我得找一个地方 稍微让自己还一还 咱们下个视频见吧